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话说狼牙山口这一仗,缝鲁获得了全胜 今朝的四万兵马全军覆满,对朝廷的震动很大 这么爱众芳芳调动军队,愿黄河南岸之访,企图和缝鲁的大军相对抗 正当缝鲁耗想全军将士丘整兵马,准备继续南征的时候 他属服大船的另一支兵马,也已经攻占了张德,贯州,曹州,楚丘,定徒,上党等地 完成了荡平山东的目的 作为公占中都之后,整个司汉听说,有个耶律楚才,学问很大 就向几位出身女真族的金国行将乌古伦,仁答府,尤纳赫拔都等询问 才知道这个人确受他结出的人才 耶律楚才自尽兴,好暂然居士 是揭丹贵族的后裔,世居失水 他是辽泰祖阿宝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迅的八世孙 其父耶律里博学多才 在金章中的时候,位居父宰上,尚书佐成 汉化程度已经很深了 耶律楚才,生在金章中明昌元年 即是公元一一九零年 这时,耶律里已经是花甲之年 心通述素会上面算命的耶律里对亲人说 我年以六十,宜得此子 将是我们家里的千里区 他我相其面 此子他日必成大戏 而且当为二国所用 因此,他为个儿子起名为楚才 他根据左转楚须有才,尽实用之的典故 和个儿子起名为楚才,自尽兴 似乎他早已经看到金朝必然灭亡 自己老来所生的宠子 必定将会成为二国的名神 耶律楚才三岁丧父 他年少的时候,由母亲杨氏教授学业 他母亲杨氏明恒生 在徐朝阳坚的后代 耶律里在一个朋友那里喝酒 酒后偶然见到一位面目清瘦 知书色礼的少女 立刻就被他温柔大方的风度所谈到 于是问朋友说 这个女子是什么人呢 那个朋友长叹一声说 唉,这个女子 是徐朝皇帝阳坚的后代 只因其父试走浩赌 将家产荡尽 为还赌债 不得不卖妻女 妻子不甘被卖 跳水身亡 女儿被朋友靓回家 认作契女 耶律里听到之后 很同情她的身世 请回家去唱谈 才知道她自小读书色字 是个学识冤薄的女子 就收在房中做妾侍 过了没多久 就生了耶律楚才 杨氏还善于弹琴 耶律楚才在小时候 就受琴声分逃 成人之后 也喜欢弹琴作曲 心得其母天父 公元1206年 成吉思汗建国清帝的时候 耶律楚才十七岁 书无所不读 为民有大家器概 二十四岁的时候 被金黄封为开舟同志 名声已经很大了 在二十五岁那年 金宣中南途的时候 蒙古军队围攻中都正紧 楚才的兄长辩才和善才都跟随金宣中护家南途去 他奉命留守中都 被袁颜成辉逝选拔为上书省左右诗园外郎 耶律楚才自小博览群书 游通经史 旁及地理 天文 律力 述数 及色路依卜之说 在童年和青年时代 他亲眼目睹了年年战乱 被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因此在中都被围期间 他又主动拜访万从老人为师 归依佛教 企图从佛学理论中寻求精神寄托 这时 耶律楚才眼见金国大世已去 自己觉得回天无力 从佛学里面也没找到出路 就器官出走 静悄悄引入烟山林木深处居住落来 静心读书 自家自舍 过着半龙半瘾的生活 成吉思汉得知耶律楚才的学识和才能之后 多次派人去找他 半年之后才知道他的住处 即刻派到奥团世英 奥团世保两兄弟前的邀请 两个人逼了很多周节 突然找到了耶律楚才的住处 喊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人出来开门 兄弟两个没办法 就推门入屋 只见一张床上 睡了一个小童 就问他 耶律楚才 是否在家 那小童一听 不肯定 也不否定 只是说 这里是暂延居士的住处 他已经出门几日了 奥团世保又问小童说 那你知不知道暂延居士 什么时候回来呢 那个小童不至可否回答 哦 小则五七日 多则十日半个月 时间讲不定的 有时候 他半年才回都不定的 兄弟两个听 个心很激气 就很不高兴地回来 将情况向成吉思汗报告 过了两天 成吉思汗又派三仔 窝阔台前去邀请 在场的将领 有人建议说了 一个读书人 派兵去将他捉回来就行 何必要一次次派人去请呢 成吉思汗解释说 你们这么说就不对了 三军二德 一张难求 何况耶律楚才 有经天为地之材 并非一般人可比的 窝阔台临走之前 成吉思汗钉住他 一定要谐功有礼 因为他是当代的言人 千万不能有粗野的言行 否则 否则 必定重资 窝阔台带了几个侍卫 一起来到耶律楚才的门前 刚刚就撞到个胡苏佬 在院里面 正为他青菜 淋着浑水 窝阔台见过胡苏佬 旁弱无人的指护 淋浑水 连眼角都不受一下他 就不敢上前 只是站在院子 在山栏外面看着 胡苏佬好像根本没有 看见有人站在那样 还是挂着淋他的浑水 当他淋到山栏边上的时候 啊 居然将那些壳 仰得高高 出来一潑 臭泵泵的屎水 一下子淋到窝阔台 半身都是 这时 窝阔台的徐从正少发火 见到三皇爷连续摆手 似叫他们不要说话 才肯定忍住 窝阔台正想向前答话 谁知胡苏佬 丢低屎壳 从地上执起一把砍刀 一直走到屋后面的树林 去砍柴 窝阔台没办法 只会忍住条气 又随后跟入树林 然后走向前去 恭恭敬敬地说 老人家 看来你就是耶律楚才先生了 是不是呢 那个胡苏佬一听 不敢吓吓大笑话 哈哈哈哈 我算什么老人家 我今年才二十五岁 说到这里 他转过头来看看来人 笑着说 刚才我只顺着淋睡水 想不到洒到你身上 实在对不住 冒犯了 你居然不生气 令我觉得很内疚 请到草屋里面坐下 说完 他放下砍刀 带着窝阔台回到屋里面 有个徐从趁机对他说 你为是我们三皇爷窝阔台 特意奉大汗之命 前来邀请先生 耶律楚才敢才转过头 看看窝阔台说 三皇爷大汗 难道你们是 窝阔台连随话呢 我的汉父成吉思汗 九文先生大名 致你才识过人 特派我前来相请 王先生切勿拒绝 尽快跟我前往蒙古了 耶律楚才又是小笑 他说 成吉思汗是马上皇帝 而我这一届书生有什么用呢 先生知识博大冤心 才以充为过人 声名软阳 久居山林 如明珠暗藏 于世无益 为什么不出山 辅助大汗 建功立业 也不妨凯 也不妨平生所学 我是辽黄后裔 现在又是甘国的 现在恐怕不适宝 在蒙古做大汗的神下挂 获阳台的随从 我们大汗对外族的将领 历来都一视同仁 大汗早就盼望见到你了 经过再三勸解 耶律楚才 着之跟随窩阔台 来到蒙古 当时的公元1 215年的夏天 成吉思汗正在金村连避暑 听说耶律楚才来了 好高兴 亲自接见他 大汗一见楚才 年近25岁 只留了好长的胡松 又是伸长八尺 讲话声音洪亮 正是一个美艳公 我心就更加欢喜了 那么多年来 在很多蝎丹人面前 成吉思汗一直灵活地 将自己打扮成 被今朝灭过的蝎丹者的 伏仇人 这一次 他接见这位蝎丹人的大才子 遼过的皇帝后裔 耶律楚才的时候 并没有忘记他所坚持的 这个带有古动性的观点 直接对耶律楚才说 廖国王族 和金王苏黎受敌 朕今天已经为你们 其他人报了仇 说了恨 报告大汗 我的祖父 家父 以及我本人 都已经入朝 侍奉金王 成为金国朝廷的神部 既然我已经成为金王的神部 靠金王赐悲的俸禄生活 如果再对金朝怀有敌意 我一人无力回天 又不能够公言背叛 只能够暗中归隐 敬而远之 众所周知 成吉思汗 向来非常重视一个人的中军情操 即使这个人是敌人刑女里里的人 因此 耶律楚才的这番答话 令成吉思汗很满意 特别令他高兴的还有 眼前的这个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的饱学之士 身材灰悟 胡骚佛空 讲话口气 庄重有力 令人肃然喜景 平日 成吉思汗最讨厌的 就那些背主忘恩 不讲中意的人 耶律楚才表示出他的中军思想 正是成吉思汗要大力提倡的 从此之后 他们两个人经常一起谈古论今 谈天说地 每次出征都将他带在身边 由于耶律楚才知识丰富 成吉思汗每有咨询 无不知晓 叫他占卜尤其宁严 因此大汗公开称他为天赐 那其实 耶律楚才之所以被成吉思汗弃重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对圣力卜无知述 很有研究 耶律楚才 凭借看圣相 卜挂来插吉凶 在形式上 要被杀满教徒 硝烟羊骨心奥和神秘得多 因此好受成吉思汗的信任 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才好亲热 从来都不直叫他的名 而叫他吴徒杀合你 意思是长验者 长狐疏的男子汗 正合汗语中美艳公之意 不知此 成吉思汗将他看成一个可以十分信赖的人 他得到耶律楚才之后 如得水 整日形影不利地 一起座谈京国大计 十分投契 两个人似乎有过不远的说话 无论大汗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耶律楚才都能够滔滔不绝 口约缘何地回答 深入浅出地令他明白 成吉思汗从耶律楚才的身上 很惊奇地接触到中原的文明 逐渐了解到中原文化 这事件对蒙古帝国的命运 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特别对蒙古军队的政策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元1218年 蒙古国的商队 被花纳子巫国的边疆抢劫了 这种杀人阅火的行为 激起了成吉思汗的极大愤怒 立刻决定亲自领兵西征 花纳子巫国 在公元1215年至1216年之间 成吉思汗在中都停留的时候 花纳子巫国的师团 曾经万里迢迢来到中东 花纳子巫国国王穆罕默德 从伊斯兰商人那里 听说当时的宋朝十分富庶 又听我蒙古在东方兴起 为了得到真实的情报 于是就派遣了这个师团 那时 成吉思汗以友好的态度 接待了这批外国师团 明确地告诉他们 我成吉思汗是东方的统治者 而你们的穆罕默德 即是西方的统治者 希望我们双方 能够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 应该准去两国商人自由往来 花纳子巫国的师姐一听 好高兴 也表示希望和大蒙古国友好交往 并向成吉思汗介绍了 花纳子巫国的情况 这个花纳子巫国 位于阿姆河的下游 是当时中亚细亚的一个大国 它的领土 东北至石伊河 东南至印度洋 北至咸海利海 西北至阿塞拜疆 西能巴格达 南北印度洋 几乎占中亚世亚的全部 花纳子巫在波斯语里面 是低平之地感解 古代中国人称它为火尘 货利积里 火池尼等等 在原装西域记中 称它为货利积里加 蒙古人叫做撒尔塔额冷 这里的撒尔塔 是商人的意思 额冷人 具有伊朗和土耳其混血人的特征 这个国家商人比较多 也经营农业和畜牧业的 在七世纪的时候 阿拉伯人穆罕默德 创建了伊斯兰教 统一了阿拉伯 他死了之后 经选举产生的继承人 被称为哈里发 意思是代天行事 因此 哈里发就是国家元首 又是伊斯兰教的最高教头 哈里发均临于伊斯兰教各国之上 各国国王接位的时候 一定由哈里发策封任命 于是后代为争夺教主 而互相残杀 来乱不止 哈里发为了保持地位 非常重视军队 之后经常受到大兵将领的协制 在十一世纪初 来自中亚吉尔斯草原的 塞尔处土耳其人兴起 他们信仰回教 以拥护哈里发为名 消灭中亚阿富汗波斯等国 重新将阿拉伯东帝国统一起来 哈里发将塞尔处人视为救星 在公元105年 封其由掌托格如为苏丹 苏丹的本意 是摄政或世俗之主 最后因为原容已久 特别在哈里发之后 才逐渐具有政教合一的元首含义 因此有人认为国王 说皇帝这样解 塞尔处人就以苏丹名义 法号司令 哈里发仍是处于快乐地位 是称塞尔处皇朝 花纳子毛的开国国王 原本是塞尔处皇朝 苏丹的宫廷奴帝 个名叫做纳塞的根 因为履立战功 被封到花纳子毛为王 花纳子毛的是他的首都 亦是国名 当时只占有科武河下 由里海和涵海之间的一小片地区 从公元1124年起 长期臣服于西聊 直到公元1192年 纳塞的根的第五代孙 才逐渐使国家强大起来 塞尔处皇朝当时处于衰弱之中 公元1180年 纳塞尔接哈里发位 他跟历代的哈里发一样 亦想恢复权力 就策动花纳子毛国 进攻塞尔处皇朝 绝之灭亡了塞尔处皇朝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バイ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